炎炎夏日很多人会到海边玩水 不管是SUP还是浮潜 都是热门的水上活动 却有人发现珊瑚礁被破坏 仔细看珊瑚礁上面被插了长长的铁钉 生态的东西还是要大家一起回顾 因为毕竟这珊瑚生长也很快 夸张行径发生在宜兰南方澳豆腐甲附近的海域 而休息就是这四根露营钉 疑似有人为了固定绳索 系上浮潜用的浮球标定物作为潜水用途 如果是保育类的话 这个部分涉及到刑则 根据衍生动保法 恶意破坏可以除五年以下 最高一百万元的罚金 另外一件违规发生在屏东石头山 高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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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安全着陆 飞行伞成功着陆 一旁有人开心记录这一刻 不过石头山并非合法场地 县府兼获检举派员击查 网路流传的影片是方山乡地区沿海 有民众从事无动力飞行伞活动 近日将会会同相关单位前往办理联合击查 石头山旁边就是交通要到台一线 这样飞其实很危险 县府说在没有登记证的场地 从事无动力飞行将采取五到十万元罚金 且暗次处罚 为取得登记证的场地 工人利用或营业 土地管理人 使用人跟所有缺人 处两到十万元罚金 民众出门游玩 不只要玩得尽兴 还要小心别以身试法 八大新闻综合报道 18位玩八方锁定八大名声新闻 记得按订阅开启小铃铛哦